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因為我以前就是偶像的 你不可能沒有粉絲你一定會慌 那我做的事情就是 我先做 我能影響多少人的看法 從我身邊的粉絲開始 你會有什麼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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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想 明白 我是被 我在節目的一開始 在戲林的這個分段上面 屬於比較後邊出來的 表示我是戲林相對較長的一個人 就是作為演員本身 你追求好的決策和追求好的劇本 這是 本來就是 人之長情 身為演員的本分 身為演員的這種靈敏的認知 只是我覺得有時候 並不是我們那麼有 餘地去選擇 比較多的現在來找我的劇 八九不離時 都是 比較帥的 比較 大家心中難以應該用的樣子 比較少類型劇 或是比較少 心裡殘破的 身體上面殘破的角色 願意找我 包含是我在近期接的戲 我還是會覺得 即便種類上的不同 或是時空 年代時空背景的不同 但是 大體上 所探討的東西都沒有很深 我就會覺得有一點疲乏 對於演戲這件事情 我感覺自己一直在做我重複的事 我感覺自己一直在做 換湯不換藥的事 我覺得不會 我的壓力來自於 新做粉絲之間 他們 對於我的認知程度的不同 就是 我花了很多很多的時間 跟這些 追隨我很久的粉絲 溝通 甚至是有時候吵架 換得的信任與理解 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也很累人 因為有一段時間 我確確實實是太過於在意 他們所說的話 或是對我的期許這樣子 這個平衡得找很久 因為我以前就是偶像 你不可能沒有粉絲 你一定會慌 你一定會想盡辦法 要留住自己的粉絲之餘 你還會想要 基於別人的粉絲這樣子 關於粉絲對自己的 這個看法這一方面 我很早就放下 我知道 我要做的這些 比如說唱歌也好 比如說演戲都好 我不是做來討好自己的群眾 我是來做 我覺得戲劇應該要有 演戲應該要有的樣子 我必須說一句老實話 他們可能比我還要更期待改變 你會想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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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較可惜了 就是 我們能享受現在現階段 看來相對於 以往歷史和平的時代 都是很多人願意去 對抗不公平 或是去好好的去爭取一些 該爭取的 所以會比較可惜 我覺得現在的人都太怕 太怕事 也因為網路環境的不友善 在網路之外 還有很多世界可以看 就是常常 因為我自己經歷過 兩三次 極大的這個網路攻擊事件 我第一次會覺得 完了 我出不了門了 我是不是出門的時候 就會遭受到異樣的眼光 或是有人就是要刻意來攻擊你這樣 但我發現都沒有 甚至有些人 根本不知道發生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大家還是 該去再做努力的地方 還是要去做 我不知道也許他們在 其他地方有做 但也很好 你不一定要選擇 像我一樣的方式 但都得做 我也做了挺多 也犯了挺多錯 現在 知道你的發言 必然引起這些 正反兩派的聲音 所以你在發言之前 你會 第一先想好內容 第二 你的目標單不單純 純不純粹 第三 就是得準備好 接受這些聲音 有一些我真的沒有辦法 認同的一些留言 就是 只有我 例如 只有我覺得這些明星很矯情嘛 例如 明星不就是要接受到批評的嗎 難道只能鼓勵嗎 我覺得就是有一點 會錯意了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都知道 身為公眾人物 他是必定要經得起批評 必定要經得起檢視的 但是我們在所謂 對我們在講的事情 其實是在講 針對人身攻擊 針對不理智 謾罵 以及過度的 已經造成別人生活的壓力 以及沒有辦法喘息的這種狀況 比方說罵自己的 祖宗十八代這種的 很誇張的 針對你的身體的 針對你的可能 戀愛的 怎麼會選這種 女朋友 怎麼會嫁給這樣的老公 到底關你什麼事啊 人家的生活 藝人的生活 也是要保留自己的那一塊 你不可能 你不是這個人 當了藝人之後 你就好像 你就所有東西都要被我檢視 連吃了幾粒飯 我都得管 不是這樣的 不是毫無底線的 我覺得這一個 這一個題目 也可以順便延伸到 就是網路 呃 職業歧視這件事情 我認為 每一個人 每一種職業 你只要 對得起自己的職業 盡到職業本分的 應該有盡的責任 都是值得尊敬的 沒有任何一個職業是 比較賤的 就是沒有貴賤之分 所以這件事情 我覺得大部分網友 應該都要再去深思這些 如果今天你做一個 收集垃圾或資源回收的人 難道我們就要嘲笑你嗎 對啊 所以 公眾人物確確實實是需要 承受大眾眼光的 但是還有一個底線 對 對 因為 常常 有時候追星 會淪落為 只是追求欲望 所以我會盡量希望 自己和粉絲之間 是一種能量的交換 就是我給你們一些 你們能感受到的 不要說正能量 反正就是覺得 欸 這個人值得 值得 但因為我學到東西 就像我從Kobe Bryant身上 學到 他就是這麼努力啊 那我為什麼不能努力 有一個人在示範人類的極限給我看呢 那我就知道我自己的極限 應該還可以再往前推一點吧 這就是一個IDO的能量 可能我自己喜歡這樣的人 就是它的存在是有 某個程度上面的意義 那這個意義是 有一點 是大我的 而不是小我的 這個情況是最近才 最近這一年才開始發生 是因為我 搬出去自己住了 那以往可能 我們住上下層的時候 出遠門的時候 他還知道這樣子 關於這一點喔 我會再多找時間 跟媽媽吃吃飯 聊聊天 因為媽媽 確實是很 把目光放在我身上的 一個媽媽 有時候有點壓力 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 算是甜蜜的壓力啦 所以 自己目前也正在找一個 適當的節奏 把媽媽納入到自己的 一個既定的 就是陪伴的這個過程當中 因為才剛搬出去 我也還來不及適應自己的生活 自己要洗衣服 繳墊費 種種的生活的這些小細節 充施著進來 我還沒有很習慣那個節奏 我到 我今年33了 才搬出去 是因為我 之前有 小小一段一年多的時間 自己租房子 在外面租 然後 就是有一次呢 要去機場 媽媽來送行李給我的時候 看到媽媽的白頭髮 我就 嚇到 因為媽媽以前在我們 就是印象裡面 是永遠不老的 然後朋友對她的評論都說 你怎麼都沒變啦 怎麼還是那麼年輕 所以關於年紀變老這件事情 我還沒有準備要去迎接她 但是在那一次的那一刻 我看到媽媽的眉頭伸索 然後 有一些白頭髮 我就 決定 我還是先回家 所以這一住就住到去年 我決定 我覺得差不多了 我覺得 我也該自己去處理這些細節 因為我覺得生活是給演員 很大的 支撐的情感來源 對 所以如果你不生活 你很難去演生活的角色 你也很難去接近跟碰觸到生活 對 會讓你永遠都是跟觀眾有一個 極大的距離的 與其講時間的流失 不如講時間的累積 就是這個累積包含對於生活的恐懼 就是當你意識到 在你身上累積越多時間的時候 你會開始檢視 過去的時間累積裡面 你到底真的有沒有去善用你的時間 之前 我很喜歡設立目標 但我很少真正把目標做踏實 我今年給自己的第一個願望就是 我要自己寫歌 我其實這個念頭好久好久好久 起碼有五年左右 自己寫歌這件事 我一直到今年我才寫 因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而今年我開始實現我自己對自己的承諾 我決定今年我不要想這麼多 我今年不要 我今年不要 找理由 找藉口 我不想要再用 工作 來 排除掉這些 有可能讓自己成長的事情 活得很明白吧 我可能就比較需要去 講一些稍微比較沒那麼敏感的話題 就是例如說 我們所居住的這個環境 我說實在每一個人都在地球上 用了很多資源 水啦 空氣啦 環境啦 很多人還是覺得 還是覺得自己沒有那份責任 比方說 環保塊 吸管環保袋 沒有什麼人願意去主動探討 或是主動關心 那我做的事情就是 我先做 我能影響多少人的看法 從我身邊的粉絲開始 所以 再敏感一點就是 像這次 女團成員的這件事情 因為她的作風 稍微和一般的亞洲女性比較 普遍的不一樣 比較好 放得開一點 就招惹到 招受到很多韓國網友的不理解 就覺得她 怎麼這麼沒有那種 良家婦女的感覺 但是如果她今天是 我講難聽的 今天如果她是綠眼閉髮 閉髮 閉髮 閉眼 閉眼閉髮 閉眼閉髮的話 你可能就覺得 很合理 我說實在的 到 到這個年代了 大家應該要稍微明白這件事情 就是 人生下來就是 大家都是拼頭氣頭的 除了客觀的生活條件之外 我們應該享有的是 一樣被看待的這個眼光 在這間 我會看到 我會看到 自己的眼光 你會看到 最喜歡的 我會看到